近期有很多做導師的朋友在不停問我 Brian 現在這個經濟這麼差 沒有生意 沒有學生 做一個教育事業 應該怎樣營運下去呢 他說你是怎樣做的 可不可以給大家一些提示呢 如果你是一個導師的時候 這個影片一定要看到最後 因為我告訴你 究竟我怎樣在過去兩年半那裡 可以有全球有這麼多萬個學生 收入去到七千萬港元 怎樣做法 這六點是今天想和你分享一下 但我和你分享之前 我想和大家說說 為什麼我也是做導師 或者你也是做導師 但是為什麼那個影響力 那個收入的地位可以差那麼遠呢 分別在哪裡呢 第一個就是 平時我們導師的朋友 他是怎樣營運的 面對面或者是一個對一班 問題就是 非常之受過地域影響 如果你在香港就只有香港 吉隆坡、Sidney就是這樣的地方 你做不到其他生意 那就是說受了一個時間和地點限制 看到那個狀況在哪裡 大家是不應該還有這種模式的 最近你會看到有很多的導師 就是說現在因為有少許疫情下 用了Zoom來做教學 基本上這個也不是真正的生意 為什麼 因為真正的生意 應該是當你在睡覺的時候 去旅行的時候 陪你家人的時候 你都應該收穩錢的 現在我在家 我兩個女兒 在樓上學著音樂 但是現在我的Bank account 我很多時候就是不停收穩錢 收穩錢 所以如果用Zoom 或者Live Broadcast 打算做這個教師 亦都行不通 那為什麼做法 我做法很簡單 我將我所有的生意 放在網上 所有自動化 有哪六點 第一點 是令到我現在的生意 不單止不受影響 現在還是更加好 更加大的 好了 第一點 你宣傳 Promo 如果你沒有自己的Platform 你基本上不能做 所以我會教大家 是怎樣 是建設屬於你自己的Platform 這個是非常之重要 記住 並不是怎樣買廣告 是設立一個Platform 好了 第二點你一定要學到的 就是 是怎樣建立你自己的品牌 重不重要 你說不是的 我都是教的 教的都差不多 怎麼去品牌呢 錯 如果你沒有品牌 基本上都不知道 為何要光顧你 或者怎樣光顧你 我會教大家 實質是 我是怎樣建設我的品牌 怎樣令到我這個品牌 在我國際上是有影響力 不單止在香港這裡 這是我住的地方 第三點 我會教大家 是怎樣設立一個 自動的吸客系統 怎樣叫自動吸客系統 不是說你走出去找客人 你可以做到就是 怎樣的客人 是自動會來找你 你看 一個叫Push 很Push 一個Pull 它是被你拉進來的 第四點我會教你 是怎樣建設和設計 你的網絡系統 其實整個組織是怎樣的 是根據一些什麼邏輯 一些什麼系統 來組織這個網絡系統 如果你組織得不對 是沒有效果的 那我就會教你 正確就是我現在的網絡系統 我怎樣可以推到全球那裏 不同國家 不同地區 這個方法是非常重要的 我會正確教大家怎樣做 當你有網絡系統的時候 我還會教你怎樣建設一個 屬於你自己的收費系統 自動化的 不需要再經人手的 你要知道就是 如果你想把你的生意 真的變成一個生意 所有東西要自動化 好了 最後我會教你 建設一個會員平台 當他買了你的網絡系統 當他付錢的時候 在這個會員平台上 自動上課 已經不需要這麼低級 要經過一個Zoom 或者一個Live Broadcast來上課 NO 就算他現在在Sydney 他在南非 他在美國 他在英國 他在歐洲 他只要是開著這個電話 他已經可以幾時都可以上課 就算你睡覺 就算你陪你家人 就算你旅行 都可以 這個就是我怎樣去 可以正確把你現在的生意 不單止不會受現在的地域 時間、經濟、政治影響 再可以令到你的生意 爆發上去 你看到下面有條鑊 或者上面有條鑊 你按下去 我就會給你一個免費個人諮詢 我就會在這個電話上 會再了解你 究竟現在你有挑戰什麼 你想解決什麼問題 你的目標想做到什麼 我們就會幫你分析 是會給你一個很專業的意見 給你的 所以不要浪費你的機會 因為現在我們這條鑊 我們很快就會閉嘴了 因為我們人手 和我們的教練 實在太有限 我希望這個影片 可以幫到你 按下面的鑊 OK 加油